今天呢是我们田窝定之后的第三天 根系呢已经非常发达 以前的时候呢我用的方法呢都是定之后马上用生根剂灌根 今天呢就这次呢我用的是蘸盆的方法 然后现在看到蘸盆的方法呢 长得根系啊一样很好 但是呢你那个用蘸盆蘸根的方法呢需要技术 我现在介绍一下啊 定制之前杀卷剂、生根剂、粘盆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苗来了提前一天我们进行粘盆 要放的药物呢有两个一个生根剂 第二个呢杀卷剂 杀卷剂是两种 一个呢防那个高等针菌的啊 一个低等针菌的啊我们复批起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粘盆之后呢 粘完盆之后呢放上一天 粘完盆的时候呢你不要只要粘了个苗团啊 连筋梗你看没筋梗啊要粘筋梗啊 不要只粘苗团要放上一天静置放一天 这放的过程中一定要维持温度高 你只有温度高了它能吸收这里面的杀卷剂啊 生根剂啊一定温度高放在位置啊特别晚上 然后呢我们那个定制的时候呢有提前浇水啊 像我们的笼吧有提前浇水啊 然后呢我们定制之后再浇小水啊这是必须的 为什么呢如果说很多人是提前不浇水 那我定制之后呢浇大水 你那个你站的那个生根剂啊或杀卷剂的时候 一加的时候冲没了啊 我们为了避免这个生根剂杀卷剂啊 永远停留在根部啊 我们的方法你提前浇大水啊 浇完水之后略微的透气 透气了之后我们定制 定制完了再浇小水 一浇小水浇透啊跟周边的土壤 这样这样的话就不会生根剂杀卷剂被水冲走了啊 这就是我们的用杖盆的使用杖盆生根防病的方法啊 一个完整的流程啊 你看这些根看